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遥遥领先世界 科技最为发达 成为世界的文明中心 是名副其实的天朝大国 受到当时周边国家的经历推崇和膜拜 当时的周边小国 已能够成为中华藩属国未踪 已能够学习中华文化为骄傲 这其中就包括日本 在与大唐军队 在朝鲜白江口 一战彻底惨败之后 日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大唐的巨大差距 因此战后就前世谢罪 表示心悦成福 开始潜心地学习大唐 不仅派遣很多的留学生来大唐学习先进科技和文化 就连当时日本的皇宫建设 城市建设都基督地仿照大唐的都城长安 独家文化也开始在日本盛行 尤其是那些在中国留过学 或者留历过的日本人 回国后都受到了极大的尊重 这批人极力推动日本学习大唐文化 进行革新 同时一项宏伟的计划也在开启 由于当时日本民族身体矮小 平均不到一米四 长相比较粗鲁 而且很多的低能儿 对于国家发展来说 极需要的是改良人种 因此 在当时官方策划下的度种计划开始 在唐宋几百年时间 日本每年会从贵族大臣家里面选择几十位美丽的千金小姐 秘密偷渡送到中国 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借助 根据宋朝的信波杂志 记载 多国日本一周漂泊在宋境上 一行凡三 二十人 日本妇女西批放 于中州中国人制 柴段力折以渐行 名不种 也就是说当时有二三十个日本女人坐船来到中国 当时日本有渡海制限制人员入送的 连入送送都是乘坐中国商船偷渡入送 这帮人明显是官方派来的 而且当时能来送朝的人都是飞负极贵 也就是说三十多个日本的官家小姐来到中国 那么他们来干什么呢 后文记载得很清楚 来到中国看到帅哥就主动上去搭事 千方百计和他睡一晚上 然后怀上优秀子嗣带回日本 名为杜种 而且日本美女对自己所选择的度种对象要求非常严格 不仅仅要长得帅 而且身材尽可能高大 而且必须非常聪明伶俐 只要适度过种的日本美女 回国后不仅不会受歧视 反而会受到重点照顾 孩子出生后 更是精心照料 害怕出任何闪失 孩子长大了 同样接受最好的教育 为他们选择最好的伴侣 这样能保证后代比较优秀 这样就能使得滑下优秀的基因在日本不断的繁衍 生根发芽 最后达到改良人种的目的 日本美女的看重行为 在几百后对日本人整体素质的提升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日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